我是胡定欣 她是我人生第一次再養女兒 Bina 我希望無分地方 無論男女都好 其實都要有同等待遇 每個人都有機會 為自己的生命、生活奮鬥 作為兩屆事後的胡定欣 多年來一直默默耕耘 為自己的演藝夢奮鬥 盛光背後她很感恩 父母一直無條件 擔當她的最強口盾 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 無論是入行之前或入行之後 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會遇到我的白樂 又或者是一些不同時候出現的 一些幫我的人 讀書的時候 我有老師把我的長處發掘出來 本來沒想過自己會跳舞 跳中國舞 老師見到我的資質 或者我的條件 他覺得你手長腳長 很適合我們舞蹈組 然後選擇你去跳中國舞 由我不喜歡到我 原來真的很漂亮 然後你開始用心去跳 要去學得到很多演出經驗 到我喜歡唱歌 我想去參加一些歌唱比賽 我要站在舞台上 我知道我在台上 我應該怎樣表現自己 到我成為演員入行去拍劇 或者作不同的演出的時候 我知道台上的我應該是怎樣 有機會實現夢想 定欣一直深存感恩 更希望把這份實現夢想的力量 分享出去 今年年頭 完成首個慈善探訪 遇上十二歲 被私為占民女孩的Beaner 就令定欣踏出了重要一步 大家都會知道我在2020年年頭一月的時候 就跟了國際陪友會去尼泊爾 我覺得這個親身體驗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你親身去到當地 你才會讓透過媒體知道的東西更多 很幸運有這個時間 我又可以有這個機會去尼泊爾 去親身去感受去體驗 我透過國際陪友會 資助Beaner 她現在首先可以上學 她上學可以讀書 她得到知識 她才可以做到她想做的事 助養了Beaner大半年 凌欣見證著她的轉變 我是很大的感覺 我看到她笑 她有笑容 我很記得我第一天看到她 她的眼神永遠都是望低 她沒有怎麼看過我 也沒有怎麼說話 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 才可以令她和我們分享她的情況 她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看到那張照片 是很開心 我覺得真的有這個緣分 和我們的時機是剛剛好 因為我們在尼泊爾回來之後 疫情是越來越嚴重 那我也在想 究竟在尼泊爾那邊 她其實在經歷什麼情況 她們的疫情是怎樣 原來當地都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而她住的地方都是一個高危的地方 我的資助也是除了可以幫她讀書之外 都同時間在這個疫情之下 她們都會直接得到一個協助 有口罩 有清潔的洗手液 有蕃茄 我們都為她送上了一些文具 令到她在家可以繼續去學習 那個幫助是沒有分幫什麼 總之她們需要國際陪友會協助她們 原來我們真的出一點力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到 令到她是可以上學讀書 有這個笑容 做一些她年紀 其實本身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上學 我希望今次Binna真的讀書之後 她都會同時間覺得 有人幫了我 她都希望有能力去幫其他人 陪友會的助養女孩計劃 可以幫助貧困兒童 改善生計 上學讀書 向夢想進發 在疫情或其他天災下 助養兒童也能夠即時獲得全面協助 到過困境 只需每天8元 你就可以跟我一樣幫到像Binna 這樣的女孩改寫命運 我的助養承諾 她的扭轉機會 你都一起加入助養行列 謝謝大家